神官带上金属首饰在塔顶骚手弄姿 成功吸引恶龙的注意被掳走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公主向恶龙祈祷 只要你能放过我们国家的子民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看着恶龙留下的书信 国王跪在地上痛哭 十年后的今天恶龙将会前来带走公主 如果提前准备好十顿黄金便可放过公主 人们见此情景纷纷替公主感到命苦 十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恶龙如妻而至 就在公主以为他要抓自己时 恶龙却被另一座塔顶上的人吸引了注意力 只见那人浑身上下包括头发都是金光闪闪 恶龙看得那叫一个喜欢 二话不说直接朝他飞去 一个爪子下去就把人抓住 丢下信件直接飞走 公主原地亚麻呆住 接着看到恶龙留下的信件 我已掳走公主 想熟人 十顿黄金 公主当场被气炸 这么没有眼力见 我这么漂亮的公主 他看不见吗 国王看完信件后偷着乐 嘿嘿 省钱了 恶龙带着神官回到巢穴 这时神官开始变得娇气 让恶龙把自己放他床上去别放地上 总算是平安落地了 此时恶龙还沉浸在神官那亮晶晶的外表中 神官也开始逮色 怎么样 是不是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恶龙也是无语了 直接扭头 等着你的骑士来救你吧 事实上一切都在神官的计划中 但凡能打的骑士都被他支走了 他可不想再回教会去当神官 以前他作为神殿的神官 人们都会前来向他祷告 而他也会以一副圣神不可侵犯的模样 在台上聆听人们的诉求 这天一个男人过来寻求神官指点 他告诉神官他有一个很爱他的妻子 同时也有一个很爱他的情人 这让他很难选择 殊不知这位神官最讨厌的就是情侣 于是神官让他遵循内心的想法 男人简直不敢相信 真的可以这样吗 既然神官都这么说了 男人也就不再犹豫了 男人的妻子疑惑他今天怎么这么开心 这时神官让他今晚出门20分钟后再回家 果然 第二天这夫妻二人在神官的见证下结束婚姻 神父得知神官劝离不劝和勃然大怒 看来爱抚神官很想早点当上圣洁使者呀 那我就成全你吧 神官听后再也无法淡定了 如果当上圣洁使者 意味着不仅睡觉 连上厕所沐浴都要被监视 吃饭只能吃山泉和花瓣 一生都无法离开神殿 到死也见不到阳光 如果逃走就会被烧成灰线给神明 想想这也太可怕了 于是神官请求神父能够同意他上塔 向太阳做最后的告别 而这其实是他的逃跑计划之一 因为他知道今天就是恶龙来抓公主的日子 而恶龙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并不认得公主的样貌 于是他特意留了金色的长发 站在阳光下晃动着身上的金属首饰 以此来吸引恶龙的注意力 果不其然 恶龙把他当成公主抓走了 而他还装成一副无辜的样子 如今在恶龙的洞穴里 有吃有喝别提多自在了 有恶龙在这里 教会的人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而且他还能帮自己烤肉呢 这生活简直不要太美好 回头再找个帅哥美滋滋 恶龙以为自己卢走的是公主 没想到竟然是个冒牌货 十年前 一个小男孩来到堆满黄金的山洞 大胆地上前叫醒沉睡的恶龙 恶龙睁开眼睛 只见一个满脸稚气的小男孩站在自己面前 接着恶龙抬起手臂 仅仅只是打个哈欠 周围就形成了一股气流 这时发现这个人类竟然不怕自己 听到小男孩夸他帅气 恶龙十分满意 毕竟活了一千多年 第一次被人夸帅呢 其实小男孩也是看上了他的钱 遍地都是黄金呢 接着小男孩跟他讲起了 勇者抖恶龙的故事 从前有一头龙抓走了公主 敲诈国王要一座小金山 最后骑士为了救公主打倒了龙 听完这个故事 恶龙只觉得那头龙很没用 既然被人类打败 换作是他 绝对能把所有骑士打败 然后把黄金抢过来 男孩奇怪他也要去抓公主吗 想到公主的年纪比自己还小 这样被抓走也太可怜了 于是提议恶龙先发个通告 十年后再抓公主 好歹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好家伙 原来是他在这里怂恿恶龙去抓公主的 此时恶龙看着面前的神官 总觉得很眼熟 神官觉得自己都要睡到地上去了 希望龙先生能够挪个位置 龙先生十分气愤 这本来就是我的床 听什么给你挪位置 你睡地上去 看着这一地的骨头 神官一脸嫌弃 于是开始向龙先生撒娇 直接把对方整不会了 接着开始卖惨一顿忽悠 龙先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万一公主死了 国王就不愿意给黄金了 却看到一个黑皮肌肉男躺在身后 这场面直接把他惊呆了 看着他那健瘦的肌肉 还有这帅气的五官 小神官瞬间怦然心动 立马躺到男人身边 主动贴上前蹭来蹭去 男人无奈只能再一开 可他每一部神官都会继续粘上来 直到最后他都掉地上去了 你别得寸进食 这么大的床还不够你睡的吗 于是神官又借口说没有被子会冷 龙先生此刻满脸的无奈 下一秒就给神官升好了火 还把床分成了两半 神官的小计谋还是没有得逞 第二天洞口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一个衣着破烂的骑士拿剑在外面大喊 让恶龙把神官大人交出来 龙先生听得一头雾水 自己明明抓的是公主 哪来的神官 看到里面的黑皮男人 骑士都傻眼了 你是龙的代言人吗 下一秒男人再次变身恶龙 老子会说话 要什么代言人 一顿操作把骑士的剑都吓掉了 神官见到骑士也十分惊讶 明明能跟龙对打的骑士都被他支走了 这家伙从哪冒出来呢 骑士拿出神官的画像 告诉恶龙他抓走的不是公主 是神官 看到自己的画像如此好看 小神官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时龙先生也明白了 这个公主是个冒牌货 为了不被骑士抓回去 神官谎称自己已经被恶龙玷污 绝对不能让这个骑士坏了自己的好事 于是赶紧上前 这位骑士 你认错人了 知道他是冒牌货后 龙先生一脸嫌弃地带他走 骑士也是摸不着头脑 这时神官开始上演苦肉计 告诉骑士 自己已经被恶龙玷污了 无法回去做圣洁使者 此话一出 一人一龙皆目瞪口呆 龙先生都无语了 我只是跟你睡了一觉而已 得知神官大人失真后 骑士备受打击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但还是希望神官能跟他回去请求神的宽恕 见骑士这么没有眼力见 神官上前搭上他的肩膀 听不懂人话吗 给我滚 下一秒骑士哭得稀里哗啦 头也不回地跑了 这下好了 竟然抓了个没人要的帽牌货回来 神官告诉龙先生自己很好养的 看他这么生气 神官开始给他画大笔 如果我能帮您建造一座无语伦比的大城堡 您能否让我继续留在这里 此时龙先生已经认定他是个骗子 不会再相信他了 于是神官画起了宫殿的草稿 整个宫殿由黄金打造 里面会挂满各类宝石 还有镶满金丝的软床 因为拿捏住了龙先生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于是怎么闪亮怎么画 不一会龙先生就被神官打动了 决定造好宫殿后再把他赶出去 而神官却盘算着多画些家具 这样一年半载他都做不完 自己也就可以一直留在这里了 首先画好了床的草稿 接着告诉龙先生这床需要用黑钥匙制作 另外再镀上金子 最后用金丝绣满床单 枕套和被子 这样就可以在这些柔软华丽的丝织品中 进入甜美的梦乡了 神官一番描述听的 龙先生一愣一愣的 当即起身去找材料 此时神官开始挠不等床造出来 抱着龙先生一起睡觉的画面 一小时之后 龙先生就把造床需要的材料都找回来了 接着花了四个小时的时间 就把神官描述的香满黄金的床给造出来了 神官当场看傻眼 这家伙怎么这么快 照这个速度自己很快就会被他抛弃 到时就得回教会了 所有教会的人都知道圣洁使者是个坑 没有自由 没有隐私和人权 保持美貌和贞洁的身体 也是为了取悦教士和信徒们的眼睛 爱抚因为既没有钱也有没有靠山 就这么被选为圣洁使者的候选人 如今教会竟然不惜雇佣骑士来抓他回去 想着只要自己合理失真 教会的人就没有理由再来抓自己回去了 于是神官立马躺在刚刚坐好的床上 准备给他按摩 可下一秒就被龙先生拎起 接着被放到干草堆上 龙先生就这样自己享受这个大床 神官强颜欢笑 龙先生 您要变成人形我才能帮您按摩呀 可龙先生不听 硬是要让神官去睡干草 这番操作把神官整无语了 这龙该不会是对男色不感兴趣吧 他不愿意帮我的话 我岂不是还得找别的男人 驯服恶龙的第一步 从美人计开始 神官只是随手一指 龙先生就载着他朝目的地飞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降落了 神官一下来就喊累 选了一天的地址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这时龙先生戳了戳他的肩膀 示意他把图纸交出来 神官依旧喊累 龙先生都无语了 又没让你干 一边待着去 在神官看来 少了自己的指挥这头 恶龙肯定盖不好这房子 在他干活的时候 神官决定先去周围的村庄逛逛 反正现在有的是钱 首先想到的是 把自己身上的神职制服换掉 春风得意地走进一家服装店 店主也是十分热情接待 神官毫不客气 这个这个都给我包了 这是一件礼服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老板 能帮我把宝石镶在衣服上吗 见店主推脱 神官当即钱袋子扔在店主面前 对方立马换了覆面孔 当然可以 支持现做佳吉 等他再次回到山上 宫殿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龙先生让他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 想不到他竟然能在自己的设计上细化这么多 这时龙先生注意到神官换了身衣服 神官立马夸奖龙先生来转移他的注意力 看龙先生要带自己回去吃东西 神官有些心虚 刚刚用他的钱在集市里大肆消费已经吃过了 没想到龙先生这么勤快 洞里的金币和宝石该不会是他挖的吧 刚刚偷他的宝石也不知道会不会被他发现 这时神官提议晚上去人类的集市吃晚餐 原本是不想去的 奈何神官有嘴滑舌 龙先生还是同意了 化作人形的龙先生十分霸气 这些我都要了 想不到这个摊主竟然要收自己的钱 都想跟他干起来了 这时神官上前拔下龙先生衣服上的一枚金币 可把他心疼坏了 其他摊主发现他如此多金 直接蜂拥而上 见情况不妙 神官赶紧带人跑路 虽然这面包挺好吃的 但龙先生还在想着刚刚的那个金子 看他就这么把面包递给自己 神官觉得怪尴尬的 龙先生 您可以称呼我的名字 我叫艾福 谁知名字刚说出口就被他嫌弃难听 真是让人生气 那请问您尊姓大名 龙先生十分得意的说自己就叫龙 这笔什么名字都好听 回到山洞后 他就又变回了龙的形态 让神官无从下手 听到神官叫他 龙先生睁开眼睛 却看到神官浑身上下戴满了黄金 以一副十分妖娆的姿势看着自己 龙先生 我睡不着 可以陪我聊聊天吗 看到小神官要和骑士私奔 恶龙先生竟然吃醋了 见神官这副模样 龙先生凑近闻了闻 这举动让神官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还以为他要变成人了 没想到却被责骂拿了他的金子和宝石 接着直接被他拎起 身上的宝石全都掉下来了 看来是前面里的老板偷工减量 龙先生把金力和宝石全部揽进怀里 就准备睡觉了 突然感觉不对劲 原来是神官爬到他背上去睡觉了 想要把他甩下来却反被他抓住龙脚 这一摸刻把龙先生整害羞了 只听喷的一声 神官直接掉了下来 接着就被变成人形的龙先生接住了 这么好的时机 神官怎么能放过呢 可他的举动却把龙先生惹脑了 直接被他当保龄球一样丢走 想不到这家伙变成人形了还要拒绝自己 龙先生也有自己的择偶标准 老子可是龙 就算要找对象 也得找个同类 第二天一大早那位骑士又来了 推开门一看 竟然看到神官大人和龙先生抱在一起睡着 这画面太美让他不敢看 不断给自己洗脑 他们只是单纯的在睡觉 这时神官醒了 对着骑士笑里藏刀 我不是让你回去了吗 怎么又来了 骑士带来消息说教会相信他 只要回去接受圣水的考验就没事了 如果能够通过圣水的考验 就可以继续当圣洁使者 但被查出一样的话就会被直接刺死 龙先生赶紧跟神官划清界限 告诉骑士他根本没碰他 就算检验出问题也肯定不是他的问题 神官听后十分气愤 于是过去拉起骑士的手 骑士先生 我的身体和灵魂恐怕已经被龙污染了 回教会也是死路一条 你愿不愿意带我走 找一个没有教会也没有龙的地方 和我共度余生呢 这突如其来的表白发言把骑士整不好意思了 看到神官那么伤心 骑士赶忙答应了他 于是二人就这么当着龙先生的面有说有笑 骑士牵着神官就准备把人往家里带 这时龙先生不愿意了 一把将神官拉回自己怀里 这人是我的 你不能把人带走 面对恶龙 骑士虽然浑身颤抖 但却也愤怒拔剑质问他凭什么 龙先生直接一个眼神瞪着他 我凭本事抢的人就是我的了 骑士骂恶龙无赖强盗 下一秒就被他一脚踹飞 神官以为龙先生这是舍不得自己 但他却表示是因为城堡还没建完 所以不能让他走 如果告诉你 眼前这头大黑龙会造宫殿 你相信吗 我们的神官大人这几天可都亲眼目睹这一切呢 看他这么辛苦 想着去人类及时给龙先生买些吃的 上次花了他一个精力让他到现在都耿耿于怀 于是神官又开始动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蛇 听着神官的话 龙先生觉得有些道理 于是犹豫着掏出一个精币 神官见状直接跳起来把精币拿走 等龙先生反应过来神官已经跑走了 集市的公道栏这边挤满了人 神官混在人群当中 看到上面贴着抓捕他的告示 看来自己被龙抓走的消息已经遍布全国 山洞的位置也暴露了 前面神官一通胡言乱语 把唯一能跟龙对打的骑士给支走了 但是想到那头龙的脾气那么暴躁 如果每天被一些小喽啰扰 说不定会觉得自己给他带来麻烦 直接把自己赶走 得想个法子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神官从集市里面带回来很多好吃的 龙先生也十分享受 看到神官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龙先生疑惑他为什么不一起吃 这时神官两眼泪汪汪看着他 希望龙先生把他杀了 命死也不想回教会 龙先生不明白 你就那么不想回教会吗 于是神官开始向他诉苦 如果回去的话就要当圣洁使者 会被囚禁洗脑禁食禁欲 每天叫化工作13个小时 还没有休息日和工前 反正怎么谈怎么来 龙先生听后大为震惊 人类教会这么恐怖的吗 看他信了自己的话 神官继续乘圣追击不断卖惨 接着还向他表白 听着都挺正常 但说到这个龙先生就不信了 奈何神官能说会道 龙先生就这么在他的一生生靓仔中迷失了自我 这时神官握住他的手 龙先生 现在我已经无法想象没有您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了 如果让我再回到教会 再也不能跟您待在一起 我宁愿去死 看龙先生有些被自己打动 神官接着开始哭泣 被他这样来回折腾 龙先生只好说自己不讨厌他 于是神官告诉他 后面会有很多人为了赏金来讨伐他 倒是还可能因自己而受伤 此话一出直接激发了龙先生的男友力 你放心吧 有我在 他们休想把你带走 因为受不了恶龙的压榨 神官决定偷偷溜走 教会为了救出神官 重金悬赏屠龙勇士 于是各方勇士纷纷上门讨伐 因为没有被打成重伤 还有很多回头客呢 历时三个月 龙先生的城堡终于建造好了 于是带着神官搬家 果然到了城堡后衣食无忧 神官的生活别提有多滋润了 在龙先生还在辛苦浇花时 神官却在探绘本 为了不把城堡的地板弄脏 龙先生还不能像以前一样随地烤全羊 另外每天擦地板也让他很苦恼 于是他只好变成人形 想到每天维持房子的美观 如此麻烦就觉得生气 于是龙先生愤怒地找到神官 看到他正悠闲地躺着看绘本 龙先生当场发飙 我这不养闲人 你要是想留在这 必须给我干活 一听这话神官都无语了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呀 于是城堡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要他来做 甚至龙先生吃的肉也要他来讨 期间还要被龙先生监视 最后肉是烤完了 但龙先生很不满意 神官也是醉了 明明他把肉烤成这个样子了 龙先生怎么还吃得下去 此刻他只想来点水果 但龙先生却告诉他要吃水果自己去摘 早前还让神官把这里收拾好 神官越想越气 我费尽心思逃离教会 可不是为了待在这干这种活呀 这个肉简直啃不下去了 第二天龙先生来找神官却没发现人 只看到床上有一封信 读完信后龙先生瞬间黑脸 这家伙竟然自己逃走了 镇上一个男人挨家挨户询问是否需要顾功 但却都被拒绝 正在他已经饿得没有力气走路的时候 听到一个非常温柔的声音 抬头一看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以为神官是来接走自己的灵魂的 听到神官说能包吃包住 男人恨不得马上跟他走 事实上神官是看中了他的肌肉 想要他跟自己回去城堡干苦力 于是男人就这么屁颠屁颠跟着神官走了 神官感觉这个男人的性格还不错 至少比龙先生好多了 要不干脆和他 但是光幻想着那种画面自己就受不了 不能跟他贴贴 决定再去找几个帅一点 一定要是壮丁 于是神官直接举着牌子招募 不一会儿的功夫真就吸引来了不少壮丁 他们摆出十分自信的样子 但却都入不了神官的眼 原来龙先生是害怕神官的人类之躯 承受不了龙惊 所以才一直拒绝他 神官出逃不到三个小时 就被龙先生抓了回来 龙先生愤怒朝他大吼 你是我的财产 只能待在我这 神官表面哭唧唧 实存内心狂喜 突然一群壮汉冲上了城堡 龙先生都想削他们了 没想到这些人都有各自的特长 有的擅长园艺 有的厨艺好 还有的打扫卫生厉害 龙先生都已经亮出龙爪了 想不到他们竟然不是来讨伐的 这时神官上前扯了扯他的衣服 又开始面对着他阴阴阴 接着说这些人比自己好用 而且也不会出去乱说话 看着这帮家伙的模样 好像确实如神官所说 神官已经拿捏住了龙先生的性格 立马光速变了 我知道我还不如金币值钱 让我像之前那样干活也行 要不等我累死了 您再雇佣他们吧 这样还能再省点金币 龙先生被他这一来二去枕无语了 于是答应雇佣这些壮兵 但是也有个条件 说着就朝神官伸手 如果你再逃走 我就把他们都杀了 神官赶紧保证不会再逃跑 不过能不能换个姿势 原本想的是公主报 但龙先生却直接把他扛起 果然就是不让他如意啊 经过这一遭 神官确定了只有龙先生能让他有兴趣 于是只能继续缠着他帮自己把事给办了 到时教会要是把神剑骑士请回来了 即便是龙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他 不过这样被他扛着有点犯冷心啊 回到房间后 龙先生在一边开心的欣赏挖来的宝石 神官在背后偷看 虽然来了这个城堡后 龙先生变成人的时间更多了 但是只能看不能吃 听到神官叹气 龙先生生气了 怎么样 你是对我的宝石有什么不满吗 神官骗他说自己只是太感动了 其实又是他的计谋 开始拿龙先生雇佣那些人说事 觉得龙先生这么体贴为他着想 如果不嫌弃的话 愿意以身相许 但龙先生还记着上次 他要跟骑士私奔的事呢 觉得他也太随便了 神官有些心虚 赶紧解释说当时因为他要赶自己走 为了找个容身之所 只能骗那个骑士 我发誓我至今为止还没睡到任何人 龙先生是我的初恋 也是我唯一的真爱 我想把我的第一次献给龙先生 一方话下来 把龙先生都整不好意思了 只好告诉神官人和龙之间是不可能的 神官偏不信 你现在都已经变成人了 不管他怎么说 龙先生依旧拒绝 于是神官开始使用激将法 我以为你和那些人不一样 因为我曾经是神官 谁也不愿意碰我 怕亵渎神明遭报应 没想到你跟那些人一样 都是胆小鬼 龙先生一听直接炸了 你说谁是胆小鬼 看到龙先生起来 神官赶紧挤出几滴眼泪装可怜 龙先生拿他没办法 只能安慰他 最后不得不说出了实话 我没嫌弃你 我只是怕你承受不住 人类之躯是承受不了龙精的 神官一听当场愣住 为了能够抵消龙精的伤害 神官开始钻研魔法 想不到龙先生屡次拒绝 是因为心疼神官 于是神官不再客气 觉得由他来主导就没问题了 结果龙先生又发飙了 一把将神官丢了出去 神官觉得要再想的 两全其美的方法 这大黑龙怎么就不能妥协一下 之后神官不再缠着黑龙 而是带着壮钉到处购物 龙先生也是每日沉迷 在到处挖宝石上 城堡里面的人都各司其职 一片祥和 龙先生每天都收获泼风 这天看着挖回来的红宝石 好久都没有挖到 这么大的红宝石了 突然就想到了神官 平时他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了 今天却没见到人影 而神官这边 每天都在钻研魔法 发现买回来的书里面 关于龙的记录都好少 屠龙魔法确实有很多记载 突然他看到龙精有疗愈能力 那这么说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边接吻边那个啥 就能把龙精的伤害抵消掉了 但感觉还是有风险 毕竟自己想要的 只是合理是真 可不想把身体搞废了 这时突然听到龙先生在外面大喊 把他吓一跳 过去正要开门 龙先生却一把将门推开 老子今天挖到一颗稀有的大红宝石 可怜的小神官直接被门砸到 看到神官对自己挖到红宝石态度如此冷淡 龙先生开始着急了 这是我近十年来挖到的最大的红宝石 很红很通透的那种 但神官依旧投也不回 龙先生生气了 你现在不看 以后别求着我给你看 神官十分无奈 赶紧装出一副很想看的样 总算满足了龙先生的虚荣心 哼 真是没见识 既然你这么想看的话 看到那颗红宝石的瞬间 神官立马就想到了魔法书中提到的那颗 刷的一下就把宝石拿走了 龙先生原地一脸问号 神官来到书桌上不停翻找 真的被他找到了那页 这是一颗随心魔法石 可随机解锁魔法技能 适用于任何种族的生物 于是神官开启舔狗模式 想要管龙先生借用这个宝石几天 这时龙先生注意到了什么 直接把桌上的书盒上 你跟我说实话 最近你待在这研究魔法书到底想干嘛 这下神官慌了 看着这些书都是关于如何屠龙的 如果说是为了跟龙先生那啥才研究的 想必他也不会相信吧 得知龙今有疗愈能力 神官当即上前和龙先生来的的亲亲 看到桌子上全是关于屠龙魔法的书 龙先生不禁疑惑神官到底想干什么 神官告诉龙先生 即便他很强大 但还是低估了人类和魔族的力量 前面虽然赶走了很多强大的人类骑士 但如果他们习得了魔法技能归来 到时候他也不一定能保得住自己 龙先生无语 想不到神官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 神官也很无奈 主要还是不想拖龙先生的后腿 所以才想学习一些保命技能 倒是逃离这里也能用得上 他果然还是想离开这里 龙先生不再多说 打算随他去 反正龙和人类也是不会有结果的 不知不觉一周时间过去了 期间神官一共向龙先生借了13个宝石 目前一个都没有归还 虽然他整天待在房间里也不会弄丢 突然龙先生觉得不妙 仔细想想 自从神官上次逃跑被自己抓回来后 每次找自己都是要宝石 怀疑他是不是上次逃跑时找到了心仪对象 这次回来还打算把自己辛苦挖来的宝石卷走 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于是龙先生怒气冲冲跑去敲神官的门 但敲了半天却没有人鹰 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 此刻的神官正趴在里面睡大觉 做梦梦见自己吃下魔法时解锁了魔法技能 但下一鸟却变成了史莱姆固丁 魔法术告诉他 以他的人类之躯承受不了如此强大的魔法 以后再也变不回人了 神官哭得内叫一个惨 惺惺念念的大黑龙还没搞到手 老天爷 不要这样对我呀 这时龙先生在外面敲半天门火气上来 直接破门而入 发现神官竟然没有逃跑 刚刚这么大动静都没有把他吵醒了吗 即便他上前摇晃 神官依旧没有醒来 不过看他的脸好像很烫 龙先生觉得不对劲 怎么一个人类的体温比自己还高 这是生病了吧 一把抱起神官就要带他去泡龙水澡 这时神官醒了 龙先生一脸担忧地看着他 是不是很热 我带你去泡龙水澡 神官告诉他龙精有疗愈的功能 没等龙先生反应过来 神官直接主动上前来的个轻轻 龙先生都被他整不好意思了 看到神官这副模样 龙先生不断告诉自己要忍住 龙精的疗愈能力果然非同反响 但小神官貌似有些承受不住呀 龙先生赶紧拍打神官的脸颊 看他的样子好像比之前好多了 龙先生这才松了口气 抱起神官来到床上 贴心地给他盖好被子 奇怪他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生病 这时注意到了他桌上的书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可就什么都知道了 书中详细地记载了那些魔法石的功能 这下龙先生终于明白了 原来神官整日研究这些魔法 竟然是为了跟他那个啥 甚至为了增强体魄还把那些魔法石给吃了 龙先生不得不佩服 想不到他竟然愿意为了自己做到这种地步 突然又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神官学习魔法是想要打入魔族内骨 倒卖宝石集资招兵买马 接着鼓动皇家骑士推翻教会的统治 最后自己当国王 看到这里龙先生瞬间黑脸 果然不该对人类有所期待 他们的寿命只有短短几十年 又贪财好色 想干的事情那么多 根本不愿意一辈子都待在我这 转眼间到了晚上 男仆给神官送来晚餐 可是开门的却是龙先生 瞬间把男仆吓一跳 龙老板你也在啊 龙先生告诉他神官还在睡觉 这份他先吃了 男仆也不敢多说什么 奇怪神官大人怎么这个时间还在睡觉 难道昨晚又通宵了 龙先生把晚餐端到神官面前 看着熟睡的神官 立马又想到了 他是因为不想回教会才待在自己这里的 打算等他有能力自保后 就让他离开 转身正要走时 突然感受到神官醒了 神官缓缓睁眼 奇怪龙先生怎么在这里 龙先生没有跟他解释 端起养奶就直接递给他 神官也是很听话就把养奶喝了 不过看龙先生的样子好像不对劲 以为他在害羞 索性就直接开口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龙先生告诉神官 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作为你帮我盖房子和找帮佣的回报 然后你可以走了 神官再次向龙先生提出请求 没想到又被拒绝了 山洞里面有颗蛋即将孵化 当壳裂开后里面竟然是一只小黑龙 刚出生的他没有食物只能吃着蛋壳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他学着探索外面的世界 然而青草的味道并不好 就在他肚子饿的咕咕叫时 幻木丛里突然钻出来一个男人把他吓一跳 面对这个眼前和自己不是同类的生物 小黑龙却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凑上前蹭蹭那人的手 男人一把将他抱起 好奇他的父母去哪里了 担心他遇到危险 原先男人都是一个人生活在这片森林里 每天也只能对着花花草草自言自语 这下算是有个伴了 经过八年的相处 男人教会了小黑龙人类的语言 这天他告诉小黑龙他要出个远门 让他留在这里好好看书 等把这些书看完 他就回来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黑龙还是没有等到詹姆斯回来 担心他遇到什么危险 于是外出寻找 这时看到树林里有两个人正在买什么东西 看到是詹姆斯的尸体 小黑龙激动地冲上前 两人瞬间被他吓跑 看着已经去世的詹姆斯 小黑龙哭得好伤心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嘴里喷出愤怒的火焰 附近的居民听说森林里有喷火的怪物纷纷逃窜 后面小黑龙听詹姆斯的话 试着去了解人类 有些人类视强气弱 有些人类胆小怕事 如今他已经长成大黑龙 对他来说 相比与人类作伴 他更喜欢自己一个人生活 为了打发漫长无聊的时间 龙先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和娃宝石 直到那天有个人类闯进了他的山洞 想想还真是缘分 要不是那个小孩 自己也不会遇见神官爱抚 以及给自己盖这么大的城堡 但一想到这不过是稍纵即逝的缘分 人类不可能像金子和宝石一样 永远陪在自己身边 神官在一边不知所措 还是第一次看到龙先生这副模样呢 感觉他好像生气了 想着该不会是吞了他三颗宝石被他发现了 现在要赶自己走吧 不过听他这句话又像是要帮自己完成愿望 于是神官开心地上前向龙先生诉说心愿 没等他说完 立马就被龙先生拒绝了 只见龙先生上前摸了摸神官的脑袋 留下一句给我好好活下去 接着转身就走了 又一次被龙先生拒绝了 神官十分生气 不过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对此他早已准备好了其他的计划 威风凛凛的龙先生 竟被小神官忽悠着话会等 皇宫这边公主正在给自己种的蔬菜除草 突然侍女跑过来告诉他 罗恩骑士有消息传回来了 公主立马起身 怎样 龙知道他抓错人了吗 听罗恩骑士说 爱抚神官为了保护公主 自愿留在那里当替身 不肯回来 公主关心恶龙有没有把神官怎么样 侍女告诉他 据罗恩骑士所说 这恶龙很吝啬 爱抚神官的吃穿用不怕事 想想就觉得可怜 公主十分心疼 没想到爱抚神官竟然为了我如此牺牲自己 于是立马推出一整车自己种的蔬菜 让侍女叫罗恩骑士把这些菜送过去 当作是给爱抚神官的谢礼 骑士带着蔬菜找到龙先生 跟他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看这一车的蔬菜 龙先生一脸嫌弃 想不到这个王室这么抠 连一个金币都没有也能叫谢礼 看来就算卢走真公主 也敲诈不了一座小金山啊 骑士听说他们搬家了 想知道爱抚神官现在在哪里 但龙先生根本不打算告诉他 拿起蔬菜就飞走了 骑士对此也无可奈何 这时神官也来凑热闹 奇怪龙先生明明只是肉 怎么搞这么多蔬菜回来 越来越搞不懂他了 前面逃跑被他抓了回来 现在不知为什么又想要让自己走 忽然神官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最近自己开销太大了 刚一转身就撞在了龙先生的身上 只见他递上一袋金子 这是给你的 神官睁大了双眼简直不敢相信 龙先生忍痛割爱 你不是想实现你的宏图大业吗 这笔钱就当是你的启动资金好了 你想做的事都写在上面了吧 神官看着自己写的故事大纲 虽然大纲写好了 但是画成绘本还是很麻烦 前面吞了三颗随心魔法石 也只是解锁了些水系和风系的魔法 只能用来淡点偷懒的小活 忽然神官灵机一动 转头看向龙先生 接着上前贴近 龙先生 其实这个故事是我特意为你而写的 实不相瞒 我从小就有个梦想 那就是成为畅销绘本作家 因为在教会不被允许创作那样的题材 虽然现在自由了 但这也是一项大工程 要实现这个梦想 还是要龙先生帮忙才行 这下龙先生反应过来 原来神官在上面写的那些计划 只是为他创作的故事大纲 神官扭扭捏捏 在我心目中 能完成这些宏图大业的只有龙先生你吗 您是我唯一的男主角 龙先生被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了 问他需要自己做什么 神官的目的终于达成 接着拿来纸和笔 希望龙现在把故事大纲里面的场景画下来 在龙先生即将动手时 神官赶紧提醒他这是绘本故事 需要有艺术加工虚够一下才行 所以不能按照他的样子来 还有名字也要改 龙先生觉得有些为难 因为他一直就叫龙 这时神官上前告诉他世界上有很多龙 为什么不给自己取一个独特的名字呢 于是龙先生开始思考 接着回想起了刚被人类捡到的时候 突然神官说了一个名字 哈龙 这是我能想到最帅气的名字了 这下龙先生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了 神官觉得这绘本只有热血战斗画面还不够大众画 得加大点尺度 在神官的花言巧语下 龙先生再次慷慨解囊 男仆们听从神官的安排 拿着龙先生画好的绘本 开始在街上叫卖 抄后精美绘本买一送一 只要一个银币 一个银币哦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吸引了一大拨人前来 而且还有赠品呢 在他们忙得不亦乐乎时 宫殿这边 另一名男仆给神官和龙老板送去晚餐 听男仆说这次所有的绘本全部都卖完了 神官瞬间两眼放光 端着晚餐就跑去找龙先生了 此刻龙先生已经画绘本画到晕厥 看龙先生这神神叨叨的样子 神官凑近叫了他一声塔龙 这时龙先生醒了 疲惫的揉了揉眼睛 神官开始畅谈自己的想法 有好多人喜欢我们的绘本故事 我想再加印一些卖到全国各地去 您可以再给我一千个金币吗 我需要花钱印刷和雇佣人手 龙先生一听瞬间不乐意了 于是神官又开始给他画大笔 您看 咱们画了七天的绘本 卖了一千份 除去印刷成本 咱们挣了八百银币呢 得知八百个银币只能换十个金币 龙先生觉得还不如自己去挖矿来的实在 神官告诉他如果再加印一万份 故点人去其他城市卖 还能挣更多吗 龙先生不打算再听他扯 当即向神官索要之前给他的一百个金币 原本神官是打算利用绘本揭露教会腐败的一面 顺便在挣点钱 要在教会阻止绘本传播前 把绘本卖到全国各地去 于是神官再次丢出大笔 我可以先拿这些金币去投资 让金币翻上十倍甚至百倍 说这话时神官自己心里都虚得不行 因为他知道卖绘本挣不了大钱 但不管怎么样在龙先生面前说的可是有模有样 看龙先生有所动摇 神官陈胜追击 开始跟他讲起了穷人和富人的阶级固化 富有的人轻轻松松就能挣到钱 而穷人连投资的资格都没有 接着立下豪言壮语 只要七天就能把龙先生前面的金币赚回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还能赚两千个金币呢 就这样 龙先生在一次向神官慷慨投资 绘本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教会这边 神父得知后非常愤怒 而且已经调查出 绘本就是神官和恶龙同流和乌化出来的 他们一致认为神官就是白眼狼 需要严肃处理 神父下令派人调查龙城的地质 寻回神剑骑士剿灭恶龙和叛徒爱福 这时听说神剑骑士去讨伐魔王了 因为魔王和教会是盟友 如果神剑骑士知道了这一层关系 那他就不能用了 于是神父打算跟魔王要点拥兵 为了拯救神官 龙先生不惜动用自己的龙血 神官再次来到之前那家服装店 觉得老板这里的首饰也卖得太贵了 他宝石本身就稀少 加工也很费时间 为了避免神官拿上次的衣服说是 老板也是赶紧把原因归咎于神官自己太大力的缘故 既然如此神官也不跟他过多计较 接着打开一盒子的宝石 我可以给你提供原料 你来负责加工 咱俩合作怎样 老板拿起每颗宝石细细观察 品质还行 但我的加工费可是很贵的 你打算如何定价 神官问他抛光和钻切工艺的工费大概多少 想不到这个老板上来就是高价 按他的价格的话 一个首饰单是工费都要两三个金币了 普通平民可消费不起 龙先生挖了上千年的宝石 只选了一些极品收藏起来 神官打算拿剩下的宝石来加工 把它们全部卖出去 加工成平民也能买得起的饰品 想着如何才能把加工费降下来 上次吞了三颗随心魔法石 解锁的风系水系魔法 威力还无法用来加工宝石 看着手中的蓝色随心魔法石 虽然可以解锁出威力更强的魔法 同时风险也很大 上次一口气吞了三颗 身体都差点承受不住 但是这次只吞一颗 觉得应该没事 于是直接丢进嘴里一口吞了下去 这会儿龙先生又挖到一颗蓝宝石 正要拿来给神官分享 近来却看到神官整个人都被冻住了 龙先生感觉情况不妙 赶紧上前抱起神官 接着带他来到温泉 慢慢把他放入泉水中 看他样子应该又是吞了什么魔法石 龙先生开始试着用自己的火焰之力 帮他融化身上的冰 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这样下去神官就要被冻死了 于是龙先生咬破嘴唇 他不想再失去 因为龙血能使人脱胎晃骨 龙先生决定补一把 希望能帮他化解这个魔法 随着血液滴入泉水 神官开始发出惨酱 龙血侵入人类的身体后 会使骨头断裂 骨头重组后 身体结构会发生不定向的改变 为了让神官活下去 眼下已经别无他法了 于是龙先生开始给神官喂龙血 慢慢的神官身上的冰开始退去 当神官睁开眼睛 龙先生已经泪流满面 看到神官终于醒了 龙先生紧紧的将他抱住 神官一脸问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魔王之森这边 神剑骑士打伤了魔王 背着一名圣洁使者正在逃跑 接着带他来到一处山洞 你先在这睡一会 我解决了魔王就来找你 这时突然听到身后狼群的叫声 神剑骑士还是放心不下 打算待在这里等人醒来 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圣洁使者会被魔王抓来这里 神官因为龙血的缘故 开始骨骼重组无法动态 于是便让龙先生帮他洗澡澡 看到神官终于醒了 龙先生紧紧把他抱入怀中 这时神官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感觉骨头好像断了 龙先生注意到水里还有残余的龙血 赶紧就要把神官抱起来 神官让他不要乱动 身体会散架的 龙先生只好安慰他再忍一忍 很快就会愈合的 过了一会儿泉水开始变得清澈 神官的状态看上去也比之前更好 起身推开龙先生 感觉衣服湿湿的好难受 听他这么说 龙先生当即就准备去给他拿衣服 忽然神官脱下衣服 让龙先生帮他洗一下 自己关节痛 龙先生看着这一幕瞬间羞红了脸 赶紧把头转向一边 接着过去拿起毛巾 小心地帮神官擦拭 神官看着这泉水都变透明了 奇怪龙血是全部被自己吸收了吗 据说龙血能使人脱胎晃骨 想不到龙先生会为了就自己放出龙血 如今已经被他救了两次了 山洞这边 在神剑骑士一遍遍的呼喊下 圣洁使者缓缓睁眼 直接伸手抱住神剑骑士头盔 接着就摘了下来 这操作把神剑骑士整蒙了 看他这模样是把头盔当成吃的了呀 于是神剑骑士拿出自己仅剩的干粮 没想到圣洁使者却一口咬住了他的脸 听到他渴 神剑骑士就乖乖给他逼上水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没见他有什么表情 一直待在这里也不行 神剑骑士决定把他送到人类的村子里去 再买点吃的 可下一秒吃饱喝足的圣洁使者就睡着了 没办法只能再次把人背上 就这么一路背到了旅馆 圣洁使者再次醒来 就看到面前有个男人在包扎伤口 发现是陌生面孔 圣洁使者当场被惊到 赶紧坐起身 你是谁 听男人说他是神剑骑士 圣洁使者赶紧问他是教会派来的吗 看他好像不太记得了 神剑骑士就把事情经过给他说了一遍 一边还向他靠近 但他看起来好像很抗拒自己 听到他说把衣服穿上 神剑骑士这才反应过来是因为这个 于是赶紧把衣服穿好 根据神剑骑士刚刚说的 圣洁使者推测他不是教会的人 想当初自从被教会送给魔王 这两年的记忆就变得很模糊 刚恢复意识就被魔王吸走了精气 也不知道爱父怎么样了 如果他也被推上圣洁使者的位置 那下场岂不是和自己一样 真是太不容易了 小神官今晚终于心想事成 摆脱了触男之身 三百年前 圣马大主教军队控制了皇权 成为圣马大陆的最高统治者 圣马教会通过传教洗脑 推选美貌的神官成为圣洁使者 获得大量忠诚信徒 为了巩固权力和地位 圣马教会以莫须有的罪名 处死圣洁使者 实则是送给魔王吸取精气 以此换取魔王的兵力协助 组成强大的圣殿骑士 圣马教会通过威逼利诱 贪污受贿 日益繁华 与之相反的皇室财政日益窘破 皇家骑士薪水微薄 规模日益萎缩 神剑骑士士是个例外 据说是个不受教会和皇室束缚的武师 看着眼前的神剑骑士 圣洁使者想着应该可以让他帮自己 把爱福救出来 城堡这边 龙先生奇怪神官的身体怎么忽冷忽热的 神官告诉他龙血能平衡魔法 大概是魔法石和龙血发生了反应 龙先生十分生气 打算收回所有的宝石 不准神官以后再吞魔法石了 神官觉得委屈还想再说什么 但龙先生根本不给他机会 于是神官问他能不能躺下来 上前扯了扯龙先生的衣服想求和 看他还在生气 神官直接抱住他 我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瞒着你吞魔法石了 但龙先生可不信他 于是神官发誓 我要是违反约定 就当一辈子处男吧 看来就算到这个时候 神官还是这么不正经呀 龙先生提醒他身体还没好 不要乱动 转头却看到神官竟然睡着了 这么样看得龙先生很难不心动呀 于是凑上前亲吻神官的额头 这时神官突然醒来 龙先生慌忙起身 我只是想帮你治疗 作为老司机的神官 怎么可能看不出此刻龙先生的心思呢 于是主动上前 教他治疗要亲这里 这样的亲亲 这样的氛围让一人一龙月发上头 神官终于在此刻圆梦 结束后龙先生看着到处都是的奶油赶忙 向神官道歉 这是治疗之物 除了同类 任何生物碰了都会被灼伤的 说着便慌忙擦拭 神官却觉得没那么严重 直接拿给龙先生看 龙先生告诉他那是龙血和龙筋的缘故 不然他这手早就废了 神官一听又来了主意 那我们要多轻轻才行啊 这样我的身体才能慢慢适应 龙先生奇怪他不觉得危险吗 神官用带电的眼睛看着他 如果是你的话 我愿意冒险 此话一出瞬间把龙先生整不好意思了 你至于这么拼吗 这时神官起来靠在他身上 因为我喜欢你啊 换别人我还不乐意呢 看到爱夫整日跟人类玩 都不来找自己 龙先生吃醋了 女人带着小男孩来见主教 这是我兄长的姨姑 您觉得他合适吗 主教抬起小男孩的下巴 觉得他样貌不错 决定给女人三个金币 于是可怜的小男孩就这么被卖给了教诲 这天他在吃饭时 突然看到一个小黄毛过来馋他的吃的 小男孩生气的把碗端走 吃的在那边 自己去城 小黄毛一脸委屈 我来晚了 饭已经没有了 善良的小男孩只好把自己的饭给他 于是二人就这么认识了 小黄毛十分开心 我叫爱夫 今天刚来的 你叫什么名字呀 小男孩告诉他自己叫依莱 看爱夫在这种地方还能嘻嘻哈哈 觉得他肯定是被人骗进来的 爱夫表示之前自己在孤儿院经常没有饭吃 还要干活 后来主教大人来挑小神官 说这边的生活条件好 于是就来了 依莱觉得这里也好不到哪里去 爱夫却不理解 不会啊 在这里没人打我 还夸我长得好看呢 这事依莱告诉他等他长大就知道 那些人都不是好人 得知依莱是被他的姑妈卖来的 爱夫想知道自己这种主动跑过来的还能拿钱吗 依莱用手指弹了下他的额头 傻嘛你 你都自投罗网了 他们怎么可能还给你钱 因为不想长大后再被卖掉 爱夫想着要逃出去 但是现在出去的话会饿死的 依莱告诉他只要不被选为圣洁使者 一切都还好说 后来为了不被选为圣洁使者 依莱努力攒钱给主教 但无论他多么努力挣钱 还是没法满足主教的胃口 三年前被推上了圣洁使者的位置 原本想利用这个身份给教徒洗脑 揭露教会的内幕 但很快还是被教会发现了 以叛逃为名处于此行 实则是送给魔王稀释精气 被魔王稀释精气后会失去意识 需要一年才能恢复 魔王因此养了很多人类 大部分都是被教会处死的圣洁使者 就在他要被再一次稀释精气的时候 神剑骑士出现了 得知真相的神剑骑士 赶紧起身准备去找魔王 把其他人类救出来 这时依莱把他拉住 希望他能够先去把自己的朋友艾芙救出来 他的处境可能比那些在魔城的人类还要威胁 为了不让依莱担心 神剑骑士答应了他 服装店这边 艾芙已经跟老板谈好了之后的合作 而这一幕刚好被躲在旁边的龙先生看到 想不到艾芙出门是为了见这个家伙 原本还想接他回去呢 这几天都不见他来找自己 这时艾芙发现了龙先生 龙先生气鼓鼓头也不回的就要走 你还是去跟你那些人类玩吧 反正我不懂 我只会挖宝石 艾芙都被他这模样逗乐了 上前抱住龙先生 来来来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商业版图 伪计多端的魔王使者为了把艾芙骗去魔王城 告诉他一来就在那里 来到教会这边 魔王使者生气的指责教会办事不利 神父觉得很委屈 因为神剑骑士是圣马大陆最强的人类 他们也阻止不了他 魔王使者觉得他们就是在找借口 告诉他们现在魔王需要年轻貌美的圣洁使者 这是旁边一位神父拿出来一幅画像 大人您看这位如何 魔王使者觉得画像看上去不错 就是不知道真人如何 神父告诉他这是即将上任的圣洁使者 前不久跟恶龙跑了 听到这个消息魔王使者当场裂开 但马上神父递上一本绘本 表示已经派人查到了龙城的住址 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这本绘本上面了 而且这个使者肯定不比一来差 看完绘本后 魔王使者当即决定亲自去找艾芙 神父见状赶紧拍马屁 大人亲自出马 肯定能将恶龙制服 接着魔王使者化身乌鸦飞去了龙城 因为没有结界 很轻松就进来的龙城里面 刚好撞见了艾芙 此刻他正在练习魔法 还真的施展出了燃火术 魔王使者见状赶紧刹车 但还是被烧到了 直接掉了下来 艾芙循着声音的方向找去 突然看到一个穿着飞袍的男人 在见到艾芙真人的那一刻 魔王使者确信就如画像上那般 果然不逊色于一来圣洁使者 得知一来还活着艾芙当场愣住 看艾芙这么在乎一来 魔王使者刚好利用这一点 他正在魔王城呢 你想见他吗 另一边一来也看到了教会的绘本 看来艾芙还在龙那里 但里面的内容明明是教会在抹黑艾芙 气得他直接大喊 这动静也吸引了旁边的路人 大家纷纷议论 他是三年前的那个圣洁使者 这时有个男人过来要打听什么 神剑骑士赶紧挡住 不好意思 我不会把他介绍给你们了 男人看情况不对赶紧道歉离开 为了不那么引人注目 神剑骑士提议找个东西帮衣来挡衣吧 于是给他随便裹上条头巾 走吧 去龙住的地方 不愧是传说中的魔王大人 艾芙装睡一眼就被他识破了 龙先生到处找不见艾芙 这时男婆拿着一张纸条跑过来说是艾芙大人留下的 原来艾芙被魔王抓走了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喊 想不到神剑骑士的嗓门这么大 在看到龙的那一刻 一来十分惊讶 接着就想到了小时候艾芙告诉自己见到龙了 当时以为他只是在说傻话 如今看来 艾芙小时候见到的应该就是他了 于是告诉龙先生自己是艾芙的朋友 想要见见他 龙先生告诉他们艾芙在魔王城 奇怪他们是谁 一来一听十分气愤 魔王城 你把他卖给魔王了 被冤枉的龙先生十分生气 开什么玩笑 我正准备去救他 魔王城这边 魔王使者告诉艾芙 凡是被送往这里的人类使者 都会被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 不需要工作 还供应美食三餐 艾芙一看羡慕坏了 这不就是自己的理想生活吗 但是这真的是美食吗 还有这些人怎么跟丢了回事的 刚要问魔王使者一来在哪里 突然飘来一阵奇怪的气味 艾芙整个人开始摇摇晃晃 直接倒下 魔王使者过来接住他 你们俩关系这么好 只要把你留在这 一来使者迟早也会回来的 魔王一边疗伤 一边感叹竟然有人类能够伤到自己 这时手下带来了新的人类使者 魔王让他把人放下 使者走后 魔王掀开帘子出来 慢慢靠近艾芙 看他周围好像有什么东西 明明是个人类 为什么会用魔法 看样子是在装睡 忽然艾芙猛的睁眼 不愧是魔王大人 被您识破了 我们人类的王软弱无能 长期被教会欺压 我们太需要像您这么强大的王了 实际上艾芙 是希望魔王和教会打起来 这样自己的敌人就能够少一半 魔王陛下要不要考虑和我合作呢 然而这个魔王是个脸盲家社恐 面对这么闹腾的艾芙 他简直要受不了了 赶紧和他保持距离 给我闭嘴 我讨厌和任何人讲话 接着打了个响指 艾芙瞬间就中了他的魔法 整个人开始变得呆滞 魔王都醉了 这次来的人族怎么这么啰嗦 即便强大如魔王 还是招架不住龙先生的怒火呀 艾芙中了魔王的魔法昏睡过去 此刻正被魔王吸食精气 想不到他的精气竟然这么多 突然魔王听到外面有人大喊艾芙的名字 一出来就感受到炙热的火焰 魔王赶紧使出魔法护盾抵 龙先生十分生气 把艾芙交出来 接着一个力爪过去 直接击碎了魔王的护盾 魔王赶紧躲开 奇怪自己的防御魔法竟然对他没有用 下一秒就使用攻击魔法 看到龙先生毫发未伤 魔王惊呆了 龙先生也毫不客气 发动更加猛烈的龙焰攻击 直接给魔王轰墙上去了 接着进去把艾芙救出 一来和神剑骑士也赶了过来 看到艾芙神情呆滞 龙先生再次发飙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一来告诉龙先生艾芙被魔王吸食了精气 恐怕要一年才能恢复 不然我杀了你 魔王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还精气 因为没有还过 看他还不老实 龙先生一把掐住他 把你捏碎 精气就会跑出来吧 魔王瞬间被他吓到 别 我试试 没办法 设恐的魔王只好屈服于龙和这几个人类 我讨厌人类 讨厌龙 讨厌一切会说话的生物 碰上他们 一件好事都没有 这是魔王的使者克劳德打过来 陛下 我来救你了 瞬间魔王感觉看到了希望 但马上发现情况不对 接着问克劳德知不知道怎么还精气 想不到艾福的后台这么硬 克劳德告诉魔王 用治愈魔法给他治疗就可以了 于是魔王开始施展治愈魔法 艾福恢复过来后 龙先生一把将魔王推开 艾福 你还有哪里不舒服 看到龙先生来就自己艾福瞬间眼泪汪汪 卡龙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接着看到后面的依赖 我们终于见面了 艾福丢下龙先生就冲过去抱住依赖 龙先生都看傻眼了 看到艾福和依赖有说有笑 龙先生感到失落了 为了恢复力气 魔王不得不吃克劳德做的黑暗料理 前面被龙先生逼着 把全部的精气都还给圣洁使者了 现在需要补充精气 克劳德向他保证会尽快补足库存的 看到魔王大人终于吃自己做的食物了 克劳德十分开心 这时魔王放下勺子 三百年了 能不能给我换换口味 克劳德上前 陛下 女人不可以碰 他们是非常危险的生物 我给您带来的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人类高质量男子 魔王好奇神剑骑士和龙这么强大 都是靠什么获得力量 克劳德告诉他因为神剑骑士不是普通人类 他是变种的人类 于是魔王想着自己怎样才能像他一样变种 克劳德接着忽悠他这是概率问题 只要活的时间够长 总会变的 魔王瞬间心灰意冷 已经活了三百年了 克劳德赶紧安慰他会给他想办法 魔王觉得在他想到办法之前 或许自己已经被一个更强大的种族给灭了 看魔王这么沮丧 克劳德鼓起勇气 陛下 外面的世界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可怕 我觉得您应该走出魔王城 见一见外面的世界 接连两次成为手下败将 精气储备仓还被抢劫一空 您真的担心吗 城堡这边 龙先生看到这么多人 心疼他们一天会吃掉自己很多肉 艾福告诉他这些人已经被教会宣布死亡了 就暂时收留他们吧 接着问依赖这里怎么只有年轻的圣监使者 依赖告诉他超过四十岁的都被逐出魔王城了 留在魔法大陆自行谋生 艾福不得不感慨 魔王都知道放生 教会只会卖钱 关于如何铲除教会 艾福倒是有个计划 自从依赖回来 艾福就一直跟他腻歪在一起 龙先生感到有些失落 这边刚练完剑的神剑骑士看到龙先生 热情的向他打招呼 叫我杰诺就可以了 然而龙先生此时却在想着艾福 对于龙先生这次热心肠收留人类 神剑骑士对他也是刮目相看 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打龙先生 看神剑骑士朝自己伸手 龙先生以为他是要跟自己比一起 于是直接用力握上去 他这副样子看上去应该没有敌 觉得他肯定比自己弱 感受到龙先生在发力 神剑骑士也不甘示弱 你要跟我比力气吗 一来问艾福和龙先生是什么关系 艾福羞红着脸 他对我很好 一来看出来他们关系不简单 告诉艾福龙和人类是不可能相守一辈子的 当你金发变成了白发 年老色衰的时候 他依旧年轻帅气 你觉得他还会喜欢你吗 艾福表示自己不想因为担心 那些不确定的未来而放弃享受现在 年轻貌美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要抓紧时间利用才是 但一来还是很担心他 这是艾福捧住他的脸颊 我会在伤心之前离开的 我还没吃过亏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神冠半夜睡不着 竟然跑到龙先生的房间里贴贴 公主来到蔬菜摊问婆婆番茄怎么卖 听婆婆说要一个铜币 公主觉得太贵了 婆婆无奈叹气 产量太低 没办法 我们也要吃饭吧 这时公主递给他一袋种子 希望他用这个能够改善产量的 但是却被婆婆拒绝 您还是给我铜币吧 这种子要是不好用 还浪费我土地呢 接着公主给他一个银币当作酬劳 让他帮忙试验这袋种子 婆婆立马就答应了 突然公主被前面的动静吸引注意 奇怪那些人是谁 侍女拿着传单跑过来告诉他 他们是艾福先生家的庸人 看完他们的传单 公主这才明白 原来教会为了拉拢魔王 用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圣洁使者 或以被神召唤为由献祭圣洁使者 实则是把他们送给魔王吸食精气 龙打败了魔王 还把魔王城里的圣洁使者救了出来 既然魔王被打败 那就意味着教会失去了靠山 以后不用再被教会牵制了 旁边侍女得知教会的行径后 气得都要骂人了 听到公主问话立马就换了覆面笼 公主 龙城的地图在这 龙城这边每天都很热闹 看着这络绎不绝来访的盟友 艾福吩咐男仆现在龙城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要多派点人盯着 依赖这边也已经安顿好了圣洁使者们 龙先生看着艾福整日这么忙 也不好上前打扰 一直到了半夜 艾福依旧 没有停下工作 龙先生都看在眼里 觉得应该是因为人类的时间很少 所以才需要这么争分夺秒的工作 几十年的寿命 睡个长觉就过去了 反正只要他人在这 想干什么是他的自由 已经很晚了 艾福终于累了 总感觉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打算睡一觉起来明天再想 过了一会儿 因为脑袋一直在想 根本睡不着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龙先生房间里 睡梦中隐约感觉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动 猛个睁眼 掀开被子竟然是艾福 沈冠点燃了龙先生的惺惺之火 结果自己却先睡着了 龙先生一掀开被子 竟然看到艾福在这里 接着艾福起身 龙先生以为他又要做那种危险的事 闭上眼睛狠狠地期待着 结果艾福只是翻个身睡旁边去了 龙先生都猛了 他难道这样还想全身而退吗 那自己可太委屈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艾福还是睡着了 龙先生被气到 这家伙 这种气氛还能睡得着 真让人火大 不过好像就这样看着他也挺满足的 只要他待在自己身边 这些都没关系 即是这边 克劳德竟然把魔王带出来了 魔王告诉他自己饿了 于是克劳德准备去给他买点人类的食物 虽然比不上我做的 并将就一下 魔王当场被吓到 比你做的还难吃 要不还是自己来挑吧 克劳德告诉他当然可以 一看那边那么多人 魔王的射孔又犯了 赶紧躲在角落 你去买就好 觉得这里好吵 好想回魔王城 这时突然一位老奶奶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魔王一回头 当即被吓得连连后退 老奶奶无奈摇摇头 挺俊的小虎 可惜是个结吧 魔王直接打个响指想让他别说话 没想到却没用 接连打了好几个 老奶奶在旁边拍手叫好 节奏不错 唱一个呗 因为太乐 现在都使不出魔法 公主看着龙城的地图 刚想让侍女帮自己准备辆马车 转头一看人却不见了 原来侍女犯花痴跑去看圣洁使者 没办法公主只好自己去找车夫 这时魔王闻到一股香气 瞬间就被那气味吸引 她怎么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突然公主的第六感察觉到身后 有一股炽热的视线在盯着自己